试词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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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试 哈嘍大家好我是声人自己能穿到一的歌人 这是最后女孩的GREASE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那其实上上期我发过崔熊的穿搭视频之后呢 我没有想到会得到大家如此强烈的反馈啊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么今天呢算是回馈新了客户 来一期严秀的衣服品牌分享给大家 其实这一系列的视频开始呢 主要是因为我很喜欢讲衣服品牌的一些背后的故事 不是希望大家只是简简单单的知道一个品牌名 然后跟风去穿搭 更是希望大家得到背后品牌的很多故事 如果你觉得它非常的适合你的某些情怀的话 你再去买它也不迟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一系列的视频的话呢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和一键三连 我们马上开始严秀的衣服品牌分享吧 对了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啊 晚事如意身体健康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严秀的穿搭呢 其实是非常的适合日常跟职场 两个不同的时间点的啊 这里尤其强调职场 堪称是职场女性的穿搭图件 非常值得大家来学习 那么在严秀众多的穿搭当中 有一个品牌出现的次数是最多的 这个品牌呢 我们在上一期也有提到过 它就是512米 上期呢我们说过 512米呢是非常出色的女性男装设计师 所以它的无性别设计呢 做的是非常出色的 正好和我们的多美气质是完全吻合的啊 这里不得不说一句造型师牛逼 因为上一期呢 我们已经介绍过512米这个品牌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在剧中 哪些地方都出现过512米的单品吧 首先呢在严秀和张道律厅长 酒馆偶遇时严秀所穿的裤子呢 就是来自512米的 它的价格呢是510美元 相当于3239人民币 那最近512米呢 在打折打折后的价格呢 是360美元 大约是2286人民币 在第二集呢 严秀上班时穿的这件藏蓝色的衬衫呢 也是来自512米的 它的价格呢是380美元 约等于2413人民币 现在呢已经是告庆的状态了 还有第三集呢 严秀和小熊在超市门口偶遇时 穿的卫衣呢也是来自512米的 它的原价呢是400美元 大约是2540人民币 打折后的价格呢是280美元 相当于1778人民币 在第四集呢 吴妖美出现过两次 第一次呢是严秀参加纪录片时 访问穿的棕色卫衣 它的价格呢是350美元 约等于2025人民币 第二次呢是跟制作组去拍 晨跑时穿的上衣 那其实这个是一个套装 这件卫衣的价格呢 是55万韩元 大约是2932人民币 还有第十一集呢 严秀听到小熊绯闻时 穿的那条裤子 这里插一句啊 这套look是我全剧当中 最喜欢的一套 没有之一啊 所以这一套呢都为大家 扒出来了 可以多多期待 这条裤子来自512米 它的价格呢是55万韩元 最后呢严秀和小熊 一起去公交战时 穿的那件西装 以及衬衫呢都是来自512米的 49人民币 接下来呢我们来 扒一扒严秀的包包品牌 因为我看到评论区呼声 也是蛮高的啊 那这个品牌呢 在剧中一共出现过 6款不同的包啊 也是最近非常当红的包包品牌 那它的名字叫做 Joy Grayson Joy Grayson呢这个品牌 是当红的设计师 Joy Grayson在2006年 单飞之后 创立的个人潮流包带品牌 Joy Grayson呢之前在 Kelch Kelin Klein Terry Birch 以及Mark Strykops 都有担任过设计师 所以他对大众的喜好呢 是十分清楚的 他将Joy Grayson呢 定为了轻奢品牌 每一款包包呢 都有着干净 独特 现代的特点 那多美为什么会经常在这部剧中 对这个品牌情有独钟呢 那答案就是 Joy Grayson呢和多美 是有着合作关系的 所以在剧中 多美背的都是Joyne的 一些热门款的包包啊 那我们首先来看 第一集和张道律厅长 撞山的那一集 多美背的黑色的包包 就是来自Joyne 它的价格呢是378000韩元 相当于2015人民币 还有第二集 严秀和张道律厅长 巡视工作厂地时 背的棕色包包 价格呢是54万8000韩元 相当于2921人民币 在第三集呢 严秀对着车门臭美的时候 背着的也是Joyne的热门款之一 那价格呢是41万8000韩元 相当于2228人民币 在第十集呢 严秀去看小熊时 背的黑色的包包 也是Joyne的热门款 价格呢是378000韩元 相当于2015人民币 在第二集呢 小熊为严秀吃热狗时 背的棕色的包包呢 也是来自Joyne 价格呢是358000韩元 大约是1908人民币 以及在第十四集 严秀去小熊家门时 背的白色的包包呢 价格是398000韩元 大约是2121人民币 接下来呢这个品牌在剧中呢 只出现过一次 但是因为看到严秀穿这件大衣的时候呢 就立马让我扣弄新鲜了 因为这件大衣的版型呢 简直太好看了 这件大衣呢就是来自韩国品牌 LE17 September LE17 September呢是指法语里设计师 深恩惠的生日 那深恩惠在做设计师之前呢 也是一位博主 他在2013年的时候呢 创立了这个品牌 此后将自己的生日命名为品牌 是希望每一件单品 对于顾客来说 都可以像生日礼物一样 这个品牌中所有的单品 都有着极简的轮廓 出色的纹理 中性的色调 让人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舒适感 在极简风格的世界里 如果Lamere是天花板 你够不到的话 LE17 September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这里一定要有个重要提示 那就是小个子深入 因为这个品牌的衣裳 都会比其他的品牌更长一些 就在第12集 颜袖穿着这件棕色的大衣 就是来自LE17 September 价格呢是51万9千韩元 目前呢已经是高庆的状态 那既然说到Lamere呢 我在剧中还真找到了Lamere的单品 在万众期待的八级定律当中 颜袖和小熊亲吻时穿的 白色短款腕套 就是来自Lamere 它的价格呢是1170美元 相当于7430人民币 还有在大结局呢 颜袖跟小熊相拥时 背的那款白色的包包 就是来自Lamere经典的牛角包 这款包包呢在国外的价格呢 是890欧元 在国内的价格 我查了一下是1209美元 下面这个品牌呢 在剧中也出现过非常多次啊 他们家有一个很有名的颜色 那就是绿色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品牌吗 没错 它就是由意大利爱马仕之称的 Boutique Vanade 在中文呢 我们以为它为宝别加 但是很多人呢 愿意简称它为BV BV加最有名呢 就是他们的皮革缩织法 所以即使你在包包上找不到任何一个logo 你也知道它是属于Boutique Vanade的 当然在这部剧当中呢 不止一次出现过BV加的包包 在第三集呢 颜袖和志雄聊天时 出现了BV的云朵包 这是Dano旧军给BV崛起之作 它的价格呢 是1850美元 在国内的价格呢 RM255500人民币 除了云朵包之外呢 还有BV加最经典的编制包包 在第五集当中呢 出现过一个蓝色的 第六集呢 出现过黑色的 价格呢 是2350美元 国内的价格呢 是17900人民币 在第二集呢 还出现过编制的水桶包 韩国的价格呢 是100万韩元 相当于5331人民币 国内的价格呢是9500人民币 除了包包呢 在剧中还出现过BV的服装 都是在第六级 严秀去给小熊送大早茶时 穿的那件开衫就是来自BV 价格呢是1300美元 约合人民币是8255元 还有在工作场地时穿的那件西装 价格是2400美元 相当于15241人民币 下面我要说的品牌呢 是一个韩国的小众品牌 在剧中呢 严秀也上升了他们的包包和服装 并且是非常多字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小众品牌 它的名字叫做Parse Parse呢是一句法语表示离开的意思 繁杂的日常生活呢 让身为现代人的我们疲惫不堪 Parse将自己的logo设计成了一把打开的钥匙 也是意味着想让人们从被困的日常生活中 逃脱和自由 所以Parse的设计呢都是十分的简约轻松的 在第三集呢 严秀和小熊比赛喝酒时 以及第六集严秀为小熊查分数时 穿的都是Parse家同款不同色的卫衣 价格是162000韩元 相当于863人民币 还有第一集严秀和小熊分手 第三集严秀和小熊在超市门口偶遇 背的都是Parse的颁布包 价格呢是32000韩元 相当于170人民币 还有在剧中多次出现了一个方形的包包 一款是棕色的 一款是黑色的 都是来自Parse 它的价格呢是159000韩元 相当于847人民币 在第三集当中呢 严秀和闺蜜一起洗澡时 回家穿的这身套装也是来自Parse 上衣的价格呢是92000韩元 约等于490日元 裤子的价格呢是89000韩元 相当于474元 下来呢因为时长的原因 我们来说最后一个品牌 这个品牌呢是最近韩国非常火的一个品牌 我觉得它火的原因呢 可能是因为刘亚人上升货的这个品牌 但不只是刘亚人啊 很多韩国明星 比如说大家熟知对孔孝珍啊 之类的女明星 也非常的喜欢这个品牌 那这个品牌呢叫做Recto Recto呢是韩国设计师 郑采言在2015年创立的服装品牌 Recto呢既是一个英语词汇 也是一个法语词汇 在英文中呢 它的意思是书的右页 在法语中呢 它则是指的正面 设计师呢 起这样的名字 也是想渲染一种中立的情绪 在之前呢 设计师经营着一家买手店 凭借着自己的经验和人脉 他开始了自己的品牌Recto Recto主打的就是无性别 同时呢 在林立的扩形上 又多了一些温柔 因此Recto也成为了 韩国众多明星都喜欢的品牌 在第五级 严秀有气无力回家时 穿的一身都是来自Recto 上升的卫衣呢 在格式25万8千韩元 相当于1375人民币 下面的裙中呢 价格是38万8千韩元 约合人民币呢 是2068 还有这一件设计的 非常有女性线条柔美的同时 还有很硬朗的版型 我超级喜欢的外套 它的价格呢 是44万8千韩元 约合人民币呢 是2388 还有第十四级 严秀驱剑赤雄时 穿的那件短款的外套 也是来自Recto 它的价格呢 是48万8千韩元 相当于2601人民币 以上就是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 关于严秀的单品是想问的呢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我会一一的回复大家哟 那也欢迎大家多多的关注和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也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